2024网飞改编的三体正式上线 网鸟被拆成五个人 逻辑直接变黑人 这不自带热度 让所有三体迷忐忑不安的改编 究竟能不能让观众满意呢 废话少说 我们马上开讲 1966年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一伙学生正在搞批斗 物理学教授叶哲泰 因在基础课上 加入相对力学的课程 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他女儿叶文杰 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死 四年 文杰被发配到内蒙古改造 他在那里 遇到一个叫白木林的记者 二人在环境保护方面产生了共鸣 白木林还偷偷 借给文杰一本英文版寂静的春天 两个年轻人渐渐暗生情愫 谁知意外很快发生 连长搜到了叶文杰的英文书 并让他交代书的来历 叶文杰并没有坦白 而一旁的白木林非常害怕 他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 只能眼睁睁看着文杰被带走 这天 中级法院军委会的军代表邓丽华 特地来看望关禁闭的叶文杰 邓丽华此行的目的是想让文杰 在一份有关他父亲的文件上签字 邓丽华还说明 你母亲已经在上面签字了 只要文杰也签上自己的大名 就能跟母亲一样 早日回到兵团 文杰接过他手中的文件翻看 发现里面全是强加给父亲的罪名 他死都不肯在上面签字 邓丽华瞬间收起伪善的笑容 他提起墙角的水桶 泼到文杰身上 冰冷的水浸湿了衣物床铺 害文杰高烧不退陷入昏迷 等他恢复清醒后 就被人押送到红岸基地 原来组织看中了文杰的学术能力 想让他参加一个绝密项目 此项目的目的是朝太空发射讯号 文杰很快发现 系统辐射是可调节的 发射的频率和振幅也在不断变化 也就是说 他们的目的是与外星文明对话 镜头一转 来到2024年的伦敦 这几个月内 已经有数名科学家自杀 探员大使走进被封锁的公寓楼 这里住着萨迪克·穆罕默德博士 他是下届诺贝尔物理奖的热门后补 这样一位天之骄子 居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前还在墙上留下神秘遗书 看起来像是某种倒计石 在数字末尾还有一行血字 我还是能看见 此时的牛津大学粒子加速器实验室 已经到了关闭前最后一天 因为从一个月前 这台加速器开始生成解释不通的数据 足以推翻60年来所有的物理学知识 这让32岁的索尔非常沮丧 他认为自己这辈子 都不会在学术界获得任何成就了 项目负责人叶威拉一直在安慰他 谁都没有想到 几个小时后 叶威拉进入粒子加速器内部 一头跳进了切伦科夫水池 隔天 几个亲近的同事参加了葬礼 威拉的母亲就坐在第一排 她竟然就是叶文杰 葬礼结束后 牛津的同事到附近喝酒 这张桌子上的五人被称为牛津舞节 原著中汪淼 程鑫 云天明等人的部分作用 就分散到了这五个人身上 就在这时 一个叫奥吉的女人 出去抽烟冷静 从昨天开始 她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组倒计时 奥吉想破脑袋 都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不料 一个女人走过来问她 你的倒计时还剩多久 奥吉文言非常震惊 女孩接着说 想让倒计时停下来很简单 你得把工作停掉 放弃纳米纤维的研究 只有这样 倒计时才会消失 如果数字归零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奥吉问她到底是谁 女孩却答非所问 她让奥吉在明天午夜仰望天空 还说整个宇宙都会为你闪烁 女孩说完 把烟盒放在台阶上 然后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大使受上司为德之命 调查各个科学家的死 她把目标定在牛津舞节 以及一个叫伊文斯的人身上 此人在1984年 接手父亲的石油公司后 就很少露面 而韦德提到近日死去的伊朗科学家 有一顶很奇怪的金属帽子 你想办法帮我把帽子搞过来 大使没有在意这一点 殊不知 在叶威拉家中 也有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 好友成琴很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 叶文杰说 这是女儿常玩的游戏装备 成琴没在上面发现任何借口 就好奇地戴到头上 谁知下一秒 她来到一片荒漠 身上还穿着汉服 成琴被狂风吹得连连后退 无意间踩到了什么东西 她低头一看 居然是巨尸骸 成琴赶紧摘下金属帽 另一边的奥吉打开烟盒后 看到了个奇怪的东西 她回去查了一下 发现这是早餐股片的赠品 而且从1963年起就停产了 等到午夜奥吉叫上索尔 两人一起抬头看向夜空 突然发现 满天星辰在有规律的闪烁 索尔发现 这是一串摩斯密码 她破解后得到一串数字 并且最后一位数还在减小 奥吉一听 这不就是我的倒计时吗 全球人民都看到了这晚的异象 但索尔认为 这只是图像变造戏法而已 因为没有一个卫星 能检测到昨晚的情况 但奥吉知道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他不得不叫停纳米项目 奥吉无法面对同事们失望的脸 转身离开了公司 好在他眼前的倒计时终于消失了 就在这时 大使突然找奥吉谈话 奥吉坦白了倒计时 以及自己跟那个神秘女孩的对话 大使文言调出昨晚酒吧小巷的监控 画面中的奥吉在自言自语 举止怪异 他身边并没有什么神秘女孩 更诡异的是 的确有人帮奥吉点燃了香烟 但监控却无法捕捉到那个人 大使告诉奥吉 还有很多顶级科学家看到了倒计时 他们的结局无非有两种 要么像奥吉一样停工 不然就像叶威拉那样停工 另一边 陈琴再次戴上金属帽 紧接着NPC周文王带着追随者出现 他们说此地是137号文明 成情的任务 是解开这个世界的谜 首先第一步 是进入金字塔 拜见昼王 这里是乱纪元世界 每当新纪元来临 昼王就会询问先知 太阳运行的规律 届时他必须判定 未来是乱纪元还是横纪元 如果判断出错 整个文明就会覆灭 三人在赶路过程中 发现太阳正在升起 周文王立刻带两人躲到巨石后 但石块的阴影 只够遮挡两个人 周文王把追随者推出去 可怜的女孩 眨眼间就被太阳烤干 等太阳逐渐落下时 周文王走出来 把女孩的皮卷好 只要等横纪元降临时 把皮泡在水里 追随者就能复活 大家就是靠这种方法 熬过乱纪元 只要有一人存活 文明就能延续 成情大受震撼 摘下金属帽 他喊来牛津舞节中的小胖 让对方也戴上头盔试试 可这次NPC没有出现 系统提示 小胖没有被邀请 下一秒就将其砍死 被刀砍中的痛感如此真实 小胖判断 这种科技至少领先现在50年 甚至100年 两人为了搞清楚叶威拉的死 跟这个头盔有没有关系 只能再次进入游戏 可无论小胖是几次 都会被砍死 看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成情了 成情这次进入了金字塔内部 周文王正在用一斤占卜术 推测太阳规律 成情指出 这种方法并不科学 但周王不把它放在眼里 此时 周文王的占卜结果已出 乱纪元将在持续八天 接着便是为期63年的辉煌恒纪元 周王文言下令关天 只见头顶的天窗打开 周文王让成情把手放在地上 这样能加速时间流逝 成情一言照做 头顶的星空果然加速运转 天象也显示有63年恒纪元 周王即刻下令 浸泡子民的干皮 让沉睡的王朝彻底苏醒 只见无数人疲惫抛进水中 眨眼间就变成活蹦乱跳的人 成情也将追随者扔进水里复活 谁知天色突然变暗 一股寒潮跟着袭来 刚复活的子民互相推扫 已经被动得失去神智 追随者被人群裹挟 大喊救命 成情挤进来拉住他 谁知两者触碰的瞬间 追随者就化成碎片随风而逝 刚才复活的人已经全部死亡 随后系统提示音响起 宣告137号文明在极寒中覆灭 不过成情表现不错 他证明了科学利于神秘主义之上 可以晋级闯入下一关 这次成情必须用科学 拯救下一个文明 而另一边的小胖 刚回到家中 就收到一顶崭新的金属帽 里面还附赠游戏邀请的卡片 小胖立刻戴上金属帽 没想到游戏还会根据玩家改编设定 小胖竟然来到了英格兰 眼前的NPC也变成了伯爵 小胖一心想抱砍头之仇 上来就给了NPC一拳 好在任务仍然顺利进行 小胖第一关的体验 跟成情基本一样 他立刻跟武杰之一宁教授分享 谁知对方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原来宁教授得了一脏癌 而且已经到第四期 恐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镜头一转 回到红岸基地的故事线 叶文杰全身心投入进研究项目 并且终于取得了进展 某天他读到一篇外国文献 并通过总工程师杨卫明 偷偷与该文献作者取得了联系 并因此得知 红岸基地跟美国那边 曾在同一天检测到了相同电子辐射 不过基地比美方晚13分钟 而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 是因为美方的信号源自木星 但基地的信号却来自于太阳 也就是说 太阳不仅反射了木星的信号 还将其增加了近一倍 投射到基地 如果基地能利用好太阳这个超级天线 说不定真的能把信号 传送到有外星文明的地方 虽然等待回应的时间 可能是以年为单位 但如果成功了 中国将成为星际通讯技术上的先驱 伦杰马上把方案告诉杨卫明 谁知 对方在跟政委雷志诚报告时 竟然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 这让叶文杰倍感失望 不过 雷志诚避掉了这个方案 因为红太阳有政治含义 不能随便向他发射超强电波 叶文杰才不管这些有的没的 于是在下一次发射信号时 他趁所有人不注意 悄悄把雷达对准了太阳 让我们再回到2024年 大使去找上司报告伊文斯的事 自星辰闪烁事件后 大使深挖电波望远镜相关资料 发现1977年俄亥俄州立大学 探测到一段持续72秒的波段 他们称之为惊叹讯号 这段信号很可能是有人 在尝试跟外星人交流 当时全球有两个地方收到了信号 除俄亥俄州以外 还有中国东北的一座观测站 而1977年 伊文斯就在中国 当时红岸基地准备建立观测站 叶文杰在选址时遇到了伊文斯 这个富二代在这里种树旧鸟 想拯救西北赫燕的一个亚种 文杰看到他桌上有本寂静的春天 两人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一样爱护环境 并对人类感到失望 文杰回到基地后 发行了一个小插曲 齐齐哈尔送来了一批劳改犯 其中就有那个 用皮带抽死他父亲的女学生唐红静 如今两人再次相见 唐红静断了一条胳膊 他在陕西恋红心时得了坏局 警卫把唐红静摁在地上 生生砍断了他的手臂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改造 唐红静依然没有丝毫愧疚 他扬言就算再来一次 自己也会打死叶哲态 文杰深深认识到了人类的劣根性 当天晚上 他照例监听信号 这几年来 文杰从未松懈过 他终于在这晚 等来了外星回信 文杰背着所有人将其破译 发现这是外星人的警告 他让文杰不要回答 并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如果这条消息 被其他外星人看到 地球就会被占领 所以他才让文杰不要回复 但叶文杰早已对人类失望 他不顾警告发出回复 地球文明已无法自救 我来帮你们获得这个世界 自此 叶文杰成了第一个地球叛徒 时间来到2024年 又有一个倒霉的科学家自杀 大使在他家发现了金属帽 另一边 牛津五杰聚在小胖家 奥吉发现了那顶金属帽 他拿起来是带 成功进入游戏世界 不过 下一秒就被NPC砍死了 理由跟之前的小胖一样 他没有收到游戏邀请 奥吉问这帽子是什么鬼 但小胖也不知道其来历 他查过帽子出现那晚的监控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奥吉和索尔认为 太危险 就让小胖和成琴不要再玩了 如果金属帽是脑机界面 就意味着他能控制玩家 所有感官的输入和输出 说不定就是这东西 造成了威拉的死亡 小胖和成琴口头答应他们 不会再碰这个帽子 但转头就相约一起玩游戏 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大使的监视下 这一次 两人开启了双人模式 追随者显然还记得他们 就让两人赶紧去见教皇 教皇提出了老问题 让玩家说出太阳的运行规律 成琴在此之前 已经自己玩了无数次 他测量过几十次太阳的大小及光度 发现它们并不相合 而且太阳相对于这颗星球的位置 正以短时间尺度逐渐远离 成琴还观察到 不止一颗星体 其亮度高到不可能是行星 它们以群星为背景 做相对移动 这些观察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颗行星是三体恒星系的一部分 当我们的行星 围绕其中一颗太阳做稳定运行时 就是恒纪元 反之则是乱纪元 成琴的推测天衣无缝 谁知 教皇居然下令烧死他 下一秒 宫殿外就燃起火焰 燃烧的追随者骑马冲进来 大喊着三日凌空 世界要毁灭了 大火过后 一切都焚烧殆尽 系统NPC女剑士出现 宣布152号文明毁于三日凌空 但成琴成功揭示了星系基本架构 游戏可以进入第三集 这一次 他们来到长乐琼宫 顶头NPC变成了大汉 成琴现在信心十足 因为他知道 这里位处三横星系 无法预测三体在天空中的运行 所以大汉的问题根本无解 但大汉身边还有两个科学家 艾萨克牛顿爵士和图灵教授 他们利用3000万士兵 打造了人猎计算机 耗费超乎想象的精力 才算出乱纪元会在三天后开始 而且将持续八个月 接着便是为期一万年的横纪元 大汉文言 下令子民脱水 等八个月零三天后再复活 科学家把手放在地面 加速时间的流逝 八个月后 横纪元果真来临 大汉准备把失败的成琴二人 丢进锅里煮熟 成琴赶紧以手掌触地进行加速 他才不信有一万年的横纪元 果不其然 空中的三个太阳 渐渐连成一线 行星受到三颗太阳的引力叠加影响 把地面所有东西都吸到天空 3000万士兵瞬间升起 成琴看到了其中的追随者 他想伸手拉住女孩 可终究敌不过巨大的引力 成琴玩到这里终于明白 游戏重点不是解开三体问题 而在于如何解救人民 就在这时 你见识出现 他宣告第184号文明 在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 但成琴确立了游戏的真正目的 所以可以通往第四关 此时在电脑前监控游戏过程的人 将一叠数据交给伊文斯 并报告 六区出现了两个新人选 而且女玩家成琴 对追随者的感情很深 伊文斯下令 调查两人的背景 随后他拿起一本故事书 念给一旁的音响厅 而音响那头的东西 显然不来自地球 不久后 成琴收到一封邀请函 让他今晚十点在酒吧碰面 而小胖那边也收到了同样的邀请函 晚上两人一起走进日落酒吧 等待他们的 正是送给奥基烟河的神秘女人 他恭喜两人玩到了第四关 小胖和成琴有一箩筐问题要问 但神秘女人只说 等你们进入第四关 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会揭晓 两人文言掏出金属帽袋上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原 你见是牵着追随者 站在不远处 这一次他揭开了谜底 没有计算机能无限预测三体的运行 所以这些文明注定会结束于混乱 陷入各种境况的万劫不复 但这些景象并不是游戏 而是三体人正在面临的真实问题 既然家园注定遇灭 那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找个新架 所以在几十年前 三体人收到地球发出的信号后 马上建立起千艘星际舰队大军 他们就是第九四七八号文明最后的希望 此时舰队正在来地球的路上 虽然距离这里还有四光年 但每分每秒都在靠近 成琴和小胖这才明白 这款所谓的游戏 就是三体人设计出来的 他们想通过这种方法 跟地球玩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胖才不信什么三体人一说 他收拾好书包就离开了酒吧 但成琴选择留下 神秘女帝给他一张邀请函 让成琴参加玩家峰会 另一边 小胖回到家中 发现所有通讯设备都没了信号 下一秒 神秘女现身将她捅死 在楼下监视的大使 却看不到任何异常 大使很快发现了小胖的尸体 但当晚的监控中 并没有第二个人出现 奥吉怀疑 是神秘女干的 她肯定又通过未知手段 抹掉了监控中的自己 维德提到叶威拉身上 有一张画着三个圈的邀请函 成琴文言 亮出自己的邀请函 为了调查小胖死亡的真相 她打算参加这场玩家峰会 另一边 伊文斯向被称为主的三体人报告 她说马上就会有新成员 通过游戏加入我们 谁知主却表示 敌人已经知道峰会的事 也知道了伊文斯的位置 不过这没什么可怕的 因为我会保护你们 主口中的敌人 其实就是维德根大使 两人确实已经锁定了伊文斯藏身的船 而此刻 伊文斯按照惯例 继续给主念故事书 今天讲的故事是小红帽 主不理解 小红帽为什么会给大灰狼开门 伊文斯解释 因为狼在说谎 他假扮成外婆 骗过了小红帽 音响那边的主 突然陷入沉思 因为在他们的星球中 人与人之间 可以直接透过思维交流 所以并没有说谎这个概念 但小红帽的故事 给主敲响了警钟 原来人类是可以说谎的 也就是说 即便是眼前的伊文斯 也不能全然信任 时间很快来到峰会那天 大使事先在成琴身上 放好监视设备 他坠坠不安的进入峰会 神秘女将成琴领到会议场 并告诉他 地球三体组织的最高统帅 也会亲临现场 在一阵震聋遇耳的掌声中 最高统帅走了进来 成琴一看 这不是叶文杰吗 文杰走到台上发表讲话 他年轻时 亲眼看着祖国被撕裂 看着同胞相残杀 时至今日 这种现象仍在继续 为了避免人类继续残害彼此 以及周围的世界 四光年外的三体人 会带来全新的知识和文明 教导我们如何生存 及蓬勃发展 尽管三体人需要四百年 才能抵达地球 但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谁知话音刚落 警察爆破大门闯了进来 叶文杰命令大家按兵不动 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都是主的旨意 主会保护我们 不被敌人伤害 众人文言 果然原地坐下 警察过来靠住众人 顺便把成琴带出去 谁知 这一幕落在神秘女眼中 她立刻开枪打死两名警察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眼看神秘女就要趁乱杀了成琴 好在大使及时出手将她救下 神秘女见状 爬进草丛逃走 而成琴离开后 接到宁教授电话 她准备把最近的情况告诉对方 镜头一转 来到1982年的伦敦 叶文杰无法独自推进三体计划 于是向继承石油公司给伊文斯 递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两年后 二人来到北大西洋的海岸上 他们在船上搞了个研究基地 这里无国界 无政治 没有任何人能干扰叶文杰 他原本以为要花很多年 才能再次等到三体人的回复 谁知伊文斯表示 从你离开基地后 三体人一直在试着联络你 他们就要来了 时间回到现在 叶文杰被带到维德面前 他表现得十分淡定 因为不管维德有什么对策 都无法阻挡三体人的到来 前四集的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的剧情将如何发展 三体人的到来 是否真的如叶文杰所说 可以给地球注入新的升级 对本剧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 及时确认更新动态 对本剧感兴趣的小伙伴们